全国 职场雇员枪手缺席面试和上班不罕见 今年5月 美国失业率达到18年来最低的3.8% 联邦劳工部数字指出 过去20年来 第二个月出现新开职位数目 较失业者为多 有2.4%的雇员辞职去另一个机构工作 是17年来最高的比率 在雇员高需求情况下 职场应聘者选择多了 形成缺席面试甚至答应上班 而第一天就不见踪影的个案增多 这些俗称鬼魅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 他们在约定的面试时间没有出现 接受聘用但第一天就不上班 甚至在职的时候离开岗位不再回来 全部都没有通知雇主 无声无色的消失 聘请公司Mary Howe 底特律区主管Alex Riley表示 鬼魅面试及离职行为过往在较低薪的职位 例如建造业制造业以及驾驶货车等出现较多 但现在这些行业有两成的白领雇员都有忽然消失的情况 对于商界来说 面试或上班部出现会耗用资源 以及影响营业额 因为空缺长时间找不到人填补 而为了减少鬼魅行为的困扰 一些公司改变面试和聘用的模式 一间明尼亚伯利斯的地产摄影公司 就采用集体面试30人来选取雇员 公司负责人称这样可以知道竞争环境 找到有意从事这个行业及这份工作的人 而另一间公司就将通知录取到实际上班时间缩短 以前是确认聘用两星期后才上班 而现在就三天后便要报到工作 这样做可以避免准雇员有更多时间 再到处找寻其他工作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